由議員林美苑發起的韓書家營養午餐做董結婚 今年已經也要入地八黨 結合台南市府入聯學會 跟空黃金煮繩愛心協會 營米塞煮會 跟中華酒紙慈喪會 便當約家庭 總共幫助南區安民區國中小 跟東區的台東國小 總共17間國中小學 總共400位的學黨 現場是我們就是國中小 南區安便區的校長 每一年你們都會就是 調查完了我們會給他參見 營養午餐的參見 上面有標示幾月幾號 我們單日使用 這是幾月幾號 你到底在哪個地方 你事先在調查的時候 你必須要跟我們講 我們才能在哪個地方 我們送幾個便當區 這是這個參見 那因為今年我們來 我們都是視訊上課 協同沒有辦法去到協校 所以在這邊我也透過這個媒體 跟我們這些家長長 因為有些家長滿著急 說我們要拿到便當的參見怎麼辦 我說你不用擔心 你第一天到現場去拿便當 只要你有跟學校登記 只要你有跟學校登記 我們這邊有名單 你就按照你所登記的地方 去拿便當 順便第一天就拿你42天的產檢 順便帶回家 未來就是每天按照這個產檢去領便當 今年真的是有400位學童 真的需要來幫助 但是我們覺得說這是應該 我們應該擔起的責任 因為經濟的不景氣造成400位學童 那因為這400位學童 讓我們的整個那種使命感 就有點被增 就是說我們真的還是要負擔起這樣子 不過這個是這樣子 我覺得是愛心真的是源源不斷 真的是在大家的一個支持之下 我覺得這種那個活動真的是 拋磚引力 跟很多人來一起響應 那今年也很開心 那剛剛美姨也講的 真的是需要的小朋友 真的大家一起 我們真的不吝嗇於這樣可以多一點幫助 有協助 那把這些正能量能夠散播到更多 傳達溫馨 傳達愛心 這是我們那個婦女會的宗旨 原表時 過去沒有疫情是用同餐來供應 不過恨在他們疫情期間 改用便當的方式來提供 因為身份情價 主辦單位也特別保養 如果小朋友沒要領處 也一定要卡電話來促銷 必須要煮完的浪費 在那四個期間 從七月一合到八月二九 無限假日總共四十二天 如果小朋友有照時間來領處 也才是電話促銷 主辦單位在那最後 還會提供真美的小禮物 表示鼓勵 台南新聞營跟蔡宏寶德 有其他人的是我 六十二天 有其他人的文革 沒有了 太冰宏寶德 沒有了 我們會再次